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八段锦第三式,调理脾胃需单举,以及第四式,五劳七伤往后瞧。 咱们先来说第三式。 这一式动作,从名字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,主要是用来调理我们的脾胃。 脾胃是一个人的后天之本。 对于身体健康而言,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也是每一个关注养生的人,都要重点调理的地方,那么调理脾胃需单举。 这是动作的健身养生,原理就是通过上撑下岸。 对于我们整个胸腔、腹腔,包括盆腔内的器官,起到很好的拉伸作用,能够调和我们的脾胃。 再一个来说,它可以疏通我们整个胸腹部,包括两斜部位的经络,以及我们手三阴手三阳。 同时,对我们整根脊柱的调理,也非常不错。 我们在上撑下岸的时候,对我们整根脊柱大小关节,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,锻炼的作用。 接下来呢,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,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,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,让更多的人受益。 首先我们接上仪式,左右开弓四射雕的收尾动作。 第一个动作是身体直立吸气,将左手上拖,右手下岸,转掌继续往上撑。 那么左手上撑天,右手在我们的身体右侧,宽部一侧下岸,注意力在掌根。 要有一个上下对拔拉伸的状态,可以说是一个力量上的对抗。 要感受到,我们手臂有一个明显的拉伸感,包括我们身体一侧,胸腹部有一个被拉紧的感觉。 然后呼气,手下落,再还原到初始状态。 膝关节微曲,再做右侧吸气,最高点我们避气一秒,然后呼气下落。 用鼻吸口呼,这个动作一左一右为一次,共做三次,注意这个动作的收尾。 注意我们三次做完之后,收尾的时候,膝关节微曲,右手下落,双手同时按于我们宽部一侧,按在我们身体一侧,这样下岸。 练习的时候需要大家注意,腰力在掌根上下对拉,感受到身体的拉伸感。 包括我们整根脊柱被竹节打开。 拉伸的一个状态,再就是这个动作,要注意呼吸与动作的配合。 在上举撑颠的时候,要吸气吸满,最高点避气一秒。 上举撑颠的时候吸气,然后下落的时候呼气放松,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,给大家分享的是八段锦第四事。 五劳七伤往后瞧。 五劳,指的是我们五脏,由于平时工作学习,劳累所造成的损伤。 而七伤,指的是喜怒悲忧,惊恐思等七情伤害。 其实在《皇帝内经》当中,就有五劳七伤之说,劳损过度,就会伤及筋骨,造成气血不忘。 而七情不节,则会伤及我们的五脏六腑。 所以说脏腑养生,尤其要遵循中庸之道,动静要适度,七情要有节制,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寻求健康。 那么这是动作,可以缓解由于五劳七伤所造成的,我们身体的一些不适。 接下来,咱们就给大家,分享一下这个动作的要领。 稍后咱们会给大家讲解,这是动作的健身养生原理。 首先,我们借到上一试,调理脾胃,须单举的收尾动作。 膝关节微曲,双手下按在我们宽部的两侧,目光平视,肩膀放松下沉。 第一个动作是挺膝,手伸直,指尖朝下。 第二个动作是手臂外旋,往后斩肩扩胸夹挤,同时将头转向左侧,目光平视,一直到极限位。 那么这个过程中,我们是吸气过来,在极限位要避气。 也就是说,憋气一到两秒,然后呼气再还原到初始位置。 膝关节微曲,双手下按在宽部两侧,然后再做右侧吸气,臂气一到两秒,然后呼气还原,吸气,呼气。 那么这个动作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,转头不转体,只是我们头部转动,再往后看,往后瞧,而我们的身体并没有随之摆动。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。 还有就是,在往后扩胸斩肩的时候,要做到极致,包括我们往后转头,也要做到自己的极限。 那么在往后的过程,是吸气极限位。 我们闭气一到两秒,然后呼气再还原到初始位置。 那么这一式动作,还有一个容易犯的错误,就是在往后瞧的时候,做不到极致。 以及我们会出现仰头的情况。 所以说在练习的时候,我们可以下意识地下合微收,往上去延展脊柱,做到一个目光平视就可以了。 这个动作在收尾的时候,并不是下按在我们宽部两侧了,而是我们从右侧还原的时候,身体微微下蹲,我们指尖相对膨胀于小腹前就可以了。 一左一右为一变,共做三变。 那么这一次动作,咱们就完成了。 这一次动作的健身养生的原理,就是我们在往后斩肩扩胸的时候,可以拉伸,伸展我们的上身,包括我们的手臂。 在手臂外旋,旋臂的时候,可以拉伸刺激到我们,手臂内外两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,同时我们胸腔,腹腔,盆腔内的器官。 我们在往后斩肩扩胸的时候,也可以得到一个牵张按摩。 还有就是,我们在往后瞧,往后加挤的时候,可以刺激我们的背部督脉。 尤其是对我们督脉上的大锥穴,能够起到很好的刺激。 而大锥穴,是我们身体阳气汇聚的一个点。 通过刺激大锥穴,可以激发我们人体的阳气,包括我们膀胱筋上,我们各脏腑对应的数学。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,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刺激。 我们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,每次都要做到极致。 我们在往后转头的时候,可以锻炼我们肩颈部位的一些运动肌群。 可以促进我们头颈部的气血供应,缓解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。 再就是这个动作,可以活动眼肌,缓解我们眼部疲劳。 我们在往后的时候,要加上一个往后桥,往后用力看的动作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 希望学会的朋友,可以每天坚持去做一做。 长期坚持做,一定会有很好效果。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,让更多的人看到。 咱们下期再会。